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胃很特别 胃在五脏六腑的中间 所以胃暖全身就暖 那有一种族群的人是非常适合 在冬天需要暖全身 就是女生 女生在一个月经前后很容易就觉得手脚不舒服 手脚冰冷 全身很累 脾气很暴躁 明明我吃很多东西也暖了 所以我长了一些痘痘 所以其实在妈妈来说 妈妈和婆婆之间 她就会在月经后 都会给小女生吃一些像四五汤 这些四五汤 四五汤其实是一个太平慧民合计局方的 雪震女生第一方 那它太简单了 就是穿穷熟地摆烧当归 好像乍看之下 她就觉得好像很热很温热 其实它是被调过 是不寒不造 是温性 是在温血 而不是在造的 但是还是有些人在一个台湾 有些时候女生她形体比较肥壮 像我比较壮实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四五的时候 妈妈就会发现说 那我要不要给她吃八真 大家听到八真 八真是不是特可怕 更补啊 好像八比四还来着补一点 因为八真里面另外一个叫四菌 四菌它很特别是 茯苓 甘草 白竹 人参 四菌的意思 它其实在温血的四五里面 它有一个制中和 制中和就是说四菌 它是四菌子 就是梅兰竹菊 对不对 四菌它就是一个是 它主要是让我们的人体 制中和是温性的会拉高 它不像我们在看卡通片 驚奇四超人 一个石头人 吓到大家 雷师傅也没有用很特别的菜 去吓到大家 对不对 它就是让他在一个四五里面 他可以去行气 行血 因为我们的一个气 能够去生血 血能够行气 让四菌和四五达到一个 让身体暖和和 增强体力 然后身脚 手脚也冰冷 然后不冰冷 然后红润度也达到一个 让女生很舒服的 所以差不多就是在 大寒 腊八 立春这段时间 很重要 尤其女生平常 惊起来的前后 手脚冰冷更重要 而且男生也可以吃的 OK 好 好 那我们的粉丝宝 对我们粉丝宝 粉丝宝这样把它炒到 有点这样收干汁就OK了 对 那不要很干 因为接下来 我们这种石头锅香 这砂锅的石头锅香 锅香气要有 稍微把它温热一下之后 那接下来 哇 把它放下去 有听到那个 食物的咒鸣曲 对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芹菜花 放进去 好棒喔 大量的放进去 放大量的芹菜花 然后开始在锅子里面 稍微去给它搅拌一下 对 让它有一点那种锅气的味道出来 然后芹菜的香味才会够 世凯有做过粉丝宝吗 有 我看你超开心的 对 而且在这边闻到那个香气 一阵阵的飘过来 真的吗 我们两个一直在想说 哇 怎么这么香 我一直说不能插话 但是味道一直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松板肉 再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子呢 这道餐的其实就完成了 完成了 这道松板麻香粉丝宝 以脆而不腻的松板猪 搭配滑溜顺口的粉丝 美味又营养 暖暖地吃上一碗 不仅帮助去寒气 也让年菜增添新创意喔 我们就是要吃这热乎乎的东西 来暖胃嘛 可是世凯说你在黑龙江看到 哇 它们你看 这是水果嘛 水果 各式各类的水果 都结冰啊 对 它们都爱吃冻果子喔 冻果子 冻水梨啦 苹果啦 柿子啦 我告诉你草莓通通都有 而且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零下二十度 然后你想想很冷 我好想到又冷欸 对不对 可是很好玩喔 你吃那个冻离子超好吃的耶 牙齿不这么快掉了吗 对 都不会很特别 而且那进来以后 你嘴巴融化以后 那个甜度它会慢慢地出来 那个出来以后 你会觉得 本来觉得是酸的东西不见了 变甜了 你知道吗 是喔 对 好好吃 而且我们到了晚上 你看到整个它的大街上面 全部都在卖冰淇淋 糖葫芦 冰那个水果串 你就看到每个人就穿的这样子 包的这样紧紧 然后每个人都吃得很 然后再吃冰 对 吃得很好吃 然后来个动离子 动苹果 动西瓜 动柿子 对 这是一般他们的习惯 而且你那时候在这边 零下二十度 泼水成冰 你也玩了 我跟你讲 超好玩的 对啊 所以刚刚在看到前面的那个 你看到我这样 有没有 哇 这个超开心的 好像气化了 对对 然后而且它一下子 就变成雾一样 然后飘着过来这样子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到我超开心的 在那边 从来都没有看到我 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而且它那个水必须要热水 然后你外面的天气 你必须要够干 然后你够干了以后 很神奇的 你一泼 你一直会担心 它水会不会掉下 会撒到自己 完全不会 就在空中 瞬间 全部变成了雾这样子 对啊 这个偶尔玩一下还可以 如果真这么冷真受不了 所以洛昌医师你说 你们在西藏防五寒 很重要怎么防 对 通常就是从鼻子开始 因为有时候就冬天 鼻塞或什么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 比方说早上 比方说你搓搓手 或是用温开水 就是鼻子这边搓一搓 手放在温开水那边 然后这样子 然后耳朵 什么都拉一拉 对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通常早上起来 是手搓热 然后在鼻子上下搓 就是上下搓 对对对 然后拉一拉耳朵 拉一拉耳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也是想 早上喝一杯温开水 对 就是内脏的部分 然后因为我去年回去 对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戴着帽子 还有戴着围巾 所以今年朋友 我一个朋友说 要回去的话 帮我制一个 连那个 它是围巾跟帽子 是一起的 一起的 所以就是反航 就是晚上睡觉都要戴走 真的啊 对 最近我戴走很舒服 然后脖子比方说 我们白天脖子很酸嘛 对 晚上睡觉 然后戴了这个以后 隔天就完全缓解掉 哇 所以你看防鼻寒 防颈寒 对 这个是一起的 是 然后有点像回觉的那个 而且很保暖 刚好用到 在台湾用到 今年很那个 对 然后另外腰的部分 腰 就是刚刚那个 世凯说了 日本人把暖暖包贴在腰上 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亚麻籽油 就是亚麻籽油和保暖左右 就是脱脱脱脱脱脱以后 就是用力搓了以后 就是搓腰 搓腰 搓腰 就是搓暖了以后 其实是真的是 要那个肾疏穴 保暖以后 全身就是暖了肌肤的 对 为什么肾疏穴 保暖这么重要 都从腰部这边开始 肾疏很像是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上面一个上胶 中胶跟下胶的循环 那你要知道 核心肌肉在下面 下面的核心肌肉 肌肉很多 可是上面 因为我们上班族做久了 已经没有肌肉 你要把下面的血 拉到上面来 需要一个交通管道 就是剩余穴 而且它很厉害是 为什么要用亚麻籽油去 我们说这样干搓不行吗 用暖包不行吗 我们节目教好几次干搓 到底跟亚麻籽油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年纪大之后 45岁之后 其实脂肪量减少 事实上手脚 还有背后的循环不好 还有皮肤都已经干燥了 所以居然在这地方 保湿看法也效果都很好 非常聪明的方法 如果大家用一些什么婴儿油 或者说乳液 没有问题 目前就是我看过最有效果的 是亚麻籽油 真的吗 甚至我有些人老人 老人班 擦擦亚麻籽油就好了 它真的是很保暖 对 保湿度非常好 那防脚寒 还有暖五脏 对 通常都是我们会穿袜子 睡觉一定要穿一个薄的袜子 毛的袜子 特别是老人家 一定要就是脚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五脏的部分 其实女生也好 任何东西 其实这个子宫的位置非常重要 现在容易便秘 月经失调 所以通常都是 有时手搓一搓 然后刚刚说的 一照起来就是喝热 喝点 闻开水 闻开水 然后起来的时候 动作不要那么大 是 就是慢慢起来在床上 就是滚一下 然后搓搓 搓搓肚子 然后搓搓鼻子 然后慢慢起来 所以你们在膝上也这样子 搓搓肚子 辣耳朵 就是会打打滚 搓搓鼻子 然后就是房间就是已经烧火了 比方说妈妈已经点火了 然后有点暖的时候 才会起来 哦 就可以让这个 自己身体的温度跟空气当中的温度 空气就差不多了 温度不要差那么多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广告之后还要来看 我们说这个久久养生法 现在已经看到了 这个池阶 接下来都是要防武汉 那么气血双补 迎新春刚看到了 包括了这个八针嘛 对不对 还有很重要 过年要到 大家都觉得2020年好多的坏事 怎么样呢 把好运给转进来 转进贵人运 而且把厄运给转走呢 待会洛山医师教大家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 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讯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